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為什麼洞心會出現街市呢? 等下跟大家去看看 今天帶大家去大埔街市 大埔街市最有名的目鋰魚海鮮 地上那層有64檔海產 已經超過同一層鮮肉、凍肉和家禽檔的總數 一樓主要是賣乾貨和蔬菜 而樓就是熟食中心 今天會把焦點放在海鮮上 順便去大埔的舊墟看一看 首先看一下凍肉和鮮肉 一進門口轉右就會見到新鮮牛肉和豬肉檔 這檔專門是黑豚肉的 新鮮雞 這裡的凍肉明顯比起一般的街市便宜些 而且也有少少平日比較難找到的凍肉 例如部分的牛雜和牛肚等等 有冰鮮雞 冰鮮豬肉 比起新鮮豬肉便宜超過一半 而且這檔的質素我覺得不差 入口轉右就是鮮肉凍肉 轉左就是賣魚賣海鮮的地方 有長腳蟹 龍蝦和奶尿蝦 水魚 平日的世界最難找到的虎蝦 新鮮的青口 散賣的蟹鉗 椰子螺 蟹鮮 不同種類的鮮 白狼 水魚 蟹 kas 水魚 芝菈蟹 水魚 新鮮靈 竭匹 芝菈和食指 海膽、海珍珠 還有動心介紹的圖片就是藤湖 藤湖是一種生活在海岸邊的甲殼類動物 會依附在石的表面生長 高中的時候生物科曾經出過實地考測 就是去數它的數量來估計一個區域的生態 好 說回這裡 海膽其實還懂得動的 在香港真的是第一次見 雖然不能夠生吃 但如果下次有機會的話 我都會買過來炒飯 這間店還有不同種類的螺 我覺得蠻特別 還有一些一定要有的扇貝 有泥秋和黃鮮 魚大部份都是香港常見的魚 那我就不多說了 如果不是太熟香港的魚的話 我有幾個網站推介給大家看 裡面介紹了香港常見的魚 這條這麼大的不是達沙 是真的龍利魚來的 而這條20元這麼大的 店員哥哥就說是鯪魚來的 那我們去一樓看看 左邊主要賣衣服的 右邊是水果和蔬菜店 而後面就是乾貨和有少少的凍肉店 要特別提一提的是 有一檔我很喜歡的乾貨店 裡面有很多不同種類的香料 而且非常齊全 中式西式東林亞的香料都有 而且比一般超市一定便宜些 而且比一般超市一定便宜些 有一個長期滿人的凍肉店 有間長期滿人的凍肉店 菜就平均比外面貴,所以我就不多說了 不過也有少少特別的種類,例如羊羹 有花店 少少的蕭蠟店 賣衣服的店似乎大部分都沒有開 二樓就是熟食中心,我也不多說了 一場來到,我順便去賣富善街的街市 亦都叫做舊區或者舊街市 由新街市出發後大概走5-10分鐘就可以到 路程大概300米,它的歷史相當悠久 在2004年新街市落成前,它是大埔的一個主要市集 比起現在更加熱藍 下境區 五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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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